家住外地的沈女士如今肠子都毁清了 她从未想过 夏日里给家人做了顿肠间的粮霸 黑木儿 竟然将自己和一双儿女都送进了 虽然自己和儿子已经脱衔 但七岁大的女儿文文至今还躺在重症监护室 生死未卜 这也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下称这大儿院 重症监护室副主任也是从医生摇里 接诊的手力因吃凉瓣黑木儿而中毒 导致毒藏气缺节的案例 吃了凉瓣黑木儿女孩全身患血四次还未苏醒 最魁祸首尽是她隔夜木儿最好不要食用 小心这类食物中毒记得做到以下几点 一、生书要分开 二、煮熟煮透吃 三、注意手卫生 四、即时蒸饭菜 and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